一份真挚的爱情 是二毛一生中最渴望的东西 所以为了男友小强 他宁愿花光所有积蓄 跑去做了龙熊手术 还去掉豪杰 甚至打算在够前后 到海南做变性手术 然后给小强真正的幸福 做一堆平凡夫妻 可二毛并不是有钱人 变性的风险和花费 对他来说难以承受 但因为太过渴望和剖切 二毛选择了最快捷 也最黑暗的方式 不 一举麻将动质成百上千 二毛想着只要多赢几把 手术的钱很快就能赚够 可偏偏他排挤运气都不佳 短短几天过去 便将辛辛苦苦赚的钱 全都数个金光 为了不让他继续堕落 小强曾多番劝阻 然而二毛却已经陷入执念变得愈发疯狂 以至于迈进乐性循环欠下俱债 甚至愈发敏感一怒 常常因为担心小强离开自己而吵架 长此以往 两人的关系愈发竞争 小强最终还是忍无可忍选择分手 遭受爱情打击的二毛痛苦不堪 可生活还要继续 身无一技之长的他 也不得不重新回到吴厅上班 在这里 二毛不再是出身农村 从小受尽白眼的孤儿 而是时髦摩登的反串夜长女王美莲娜 他身短恶劳妩媚 眉眼也十分秀眉 再加上各省动人骨子大胆 很快便成为吴厅台主 有了一大批重视观众 忠心捧虐的感觉 一度让二毛有些恍惚 仿佛从前受过的苦全都消失不见 说起来二毛也是个实实在在的悲情人物 他的父亲是个无恶不作的人贩子 在他九岁那年就一任最复法被牵毙 而母亲则是个智力低下的残疾人 父亲刚死 便被娘家人随便找了的男人改嫁 二毛自此成了累赘 无处可去的他只能跟着表哥到处流浪 靠起套件垃圾过货 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 才有机会到饭馆或工厂流水线打工 也是在这时 二毛发现自己对男人产生一种萌萌的感觉 他喜欢被人关心有所依靠 也很乐意和男同事们接触 而正是这种感觉 让二毛误以为自己喜欢男人 可是事实上 从没读过书也没人引导的二毛 只是误把对父爱的渴望当成了取向 于是他在懵懂中越走越错 开始化起怒装穿上裙子 靠反传表演来引火自己 而自从品尝到成为女人的好处后 二毛便一发不可收拾 很快便找到了第二任男友 二毛其实一直都不太满意 男人年龄比他小很多 父母双王后 一直跟着哥哥靠康蒙鬼片为生 可自从认识二毛 小龙便彻底放纵自己 从不出去工作赚钱不少 还整天待在家里好吃懒做 对于这种吃软饭的行为 二毛不满却也只能接受 他实在太孤独 别人一样的眼光和这个社会的排挤 让他极度渴望有人陪伴 哪怕这个人非常平庸 甚至吸他的血 事实上 二毛从始至终爱的人只有小江 可就在他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时 警方本着负责的态度还是干了过来 二毛和男友小龙染上毒瘾的是最终暴露 房东要把他们干走 警方也将两人带去警局配合调查 等二毛再出来时 事情已经闹得人尽皆知 他们的行李全都被扔了出来 人也被邻居路人团团围在中间嘲笑 自杀的念头在二毛心里不断盘旋 可看着别人怪异的眼神 他又不得不枪打起精神 当众处理所有家具家电 500块 就帮你们做好事 谁有钱 自己电脑印象 是真话 不是骗你的人 绝地是好的 我敢保证 可不管二毛如何努力 换来的依旧是众人鄙夷的目光 难道我这辈子真的住的一无所有吗 难道我以后真的要一个人过去 是不是真的住人一样 真的要住的一辈子 是多的可好吗 在纪录片导演面前 二毛羁押的情绪终于宣泄而出 他痛哭流涕 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排斥 好在老家的母亲得知他接二连三出事后 特意打来电话给予安慰 恰逢这几天 继父传来消息说老家的宅基地被人侵占 要他尽快回家 孤单的二毛不愿督行 便联系了男友小龙 而让他感动的是 小龙二话不说便答应下来 轰轰的火车上 两人相互依偎重归于好 二毛的心情也因为这丝丝暖一毫转起来 可他没想到 自己即将面对更大的恶意 如果不是因为二毛乖巧听话 他也将不知何去何从 所以对于从小就离开的家乡 二毛并没有多少留恋 这次回家 也不过是想看看母亲 顺便处理宅基地的事 可二毛没想到 自己的女性形象很快变成了 整个村子的焦点 嘲笑的声音回答在整个村子上空 二毛的心情变得愈发低落 就连母亲和继父也连带着被村民讽刺 他们只能劝二毛事情办完就赶紧离开 可转眼一个月过去 邻居始终不肯归还轻占的摘基地 二毛为了生活 不得不带着小龙 在塌陷的空地上 领时用塑料不搭了一个棚子 一边摆房床和生活用品 一边为养了些小鸡赚钱 虽然这里还情勒劣 但这段时间里 二毛终于体会到 期盼已久的经历温暖 他很想就这样一生一世和小龙待在这里 甚至在看到别人婚礼时 生出了结婚的想法 然而现实对他还是太残酷 村民们嫌他都忍不允许他继续留在村里 村长也主动出面调停 仅仅用六百块的低价 就让他将宅基地买给邻居 二毛实在待不下去 只能和小龙再次返回深圳 可随着反串表演不再流行 他的生活也变得十分结局 小龙还和从前一样喜欢吃软饭 就算被二毛则骂也不在乎 心情愈解的二毛 很快便重新忍上赌博的恶心 两人常常吵架 有时还会动手 而他们之间谨慎的爱意 也因此彻底消磨干净 当导演再次见到二毛时 已经是很多年后 他早已和小龙分手 也不再去屋厅表演 而是选择穿上淑雄住进宿舍 到工厂做一个在普通不过的男人 可二毛没想到 当初为爱才忍痛做到龙胸 如今却成了被人歧视的原因 时又发现他的怪异后 不但常常故意讽刺 还站在伪明出海的道德制高点上 将二毛打得比青脸肿 面对镜头 二毛哭得痛不欲伤 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而导演为了帮助他 主动帮忙咨询了整形医生 答应免费为二毛做手术摘掉假体 这个消息让二毛欣喜不已 可偏偏在做术前检查时 他忽然被医生诊断为艾滋病 刚刚露出的阳光 再次被黑暗遮挡 二毛的人生也彻底没了希望 不久之后 他在四川老家离开了人世 而导演也在这时 收到了他寄来的视频 二毛的豁达和遭遇让人心酸 而我们能做的也只有给予这些特殊人群应有的尊重 小绝对你 小绝对你